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脸上的伤就这么来的 是的 我刚才给你导入的就是原主的记忆 这古代也不好混哪 这可比宅斗距离很多了 可以帮宿主恢复疤痕 是否启动身体修复功能 行不行 我要先去找那个恶妹妹算账 孽女 大伤妹妹与人私奔 还敢回来 要不是你跟太子有婚约 我当下就仗毙了你 妙双 卢儿可是你妹妹 她虽处处比你强 可你怎能如此暗害于她 我一个毫无权力的人 却暗害一个二级权力武者 靠笑 卢儿撞碰了你与他人私通 定是你让那个野男人吓得毒手 可怜我的卢儿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啊 你想让她醒啊 我有办法呀 到时候谁害谁 真相大白 好了没有啊 好了你还不快去给她解毒 老爷 你真的相信她吗 放心 量她也不敢在我眼皮底下 任意妄为啊 小单 空间里的蝙蝠石都在这儿了吗 按照您的吩咐都在这儿了 你不自己留着点 打住 你以后别再跟我替子妃也没啥 这药必须涂抹全脸 才能将毒素拔出啊 多涂点 涂云点 好了 过出一课中 她必定醒来 哎呀 不小心涂到嘴里了 哎 这蝙蝠石得来不易 吃了个大驳 太子殿下 杀了你 这么快就行了 你看她那神龙火火的样子 馅儿被人打成了 这到底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太子殿下到 陈王到 段公子到 太子殿下 你这是以祝寿之名 专程来看你这未过敏的太子妃吧 段公子莫要独笑我 活之重气 被潘太夫受臣 岂又不道致 恭迎太子殿下 臣王邓公子 真是让潘府蓬蔽生辉啊 免疫还在准备 我们前天喝茶 请 请 小大 你确定这儿有草药吗 这里可是潘府啊 经系统检测 这里生长的银铃草 跟精可一样 体内能量已不足 须尽快补充 别人吃饭我吃药 一顿不吃还得死翘翘 殿下 卢儿 快来见过太子殿下 陈王和段公子 小女参见太子殿下 小女为爹爹去拿生辰贺礼 无心冲撞太子殿下 还请恕罪 无妨无妨 令爱之树大理 孝心可嘉 这位就是未来的太子妃吧 果然治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此位 在家二女 王爷说的是大女儿潘妙霜 二女儿生气如此 那大女儿岂不惊为天人 太夫 你好福气啊 这是后花园 各位这边请 姐姐 太子殿下在此 也还不过来行礼吗 我这忙着呢 王爷 没够 这不正是那个 你在寻找的女子吗 嗯 静观其别 把那个东西准备一下 好 是 姐姐 太子殿下在此 也还不过来行礼吗 我这忙着呢 没够 混账 太子殿下亲临 皆有陈王和段公子在场 岂用你这烦怠慢 太夫不必动气 小王与妙霜姑娘相处 不必聚礼 姐姐 父亲寿宴马上开始了 你的贺礼不去准备一下呢 准备什么啊 圣诞蛋糕还是小蜡烛啊 姐姐你在说什么呀 你不会还没准备吧 开宴及时已到 我们不必在此浪费时间 酸妹啊 我可是准备了一份大礼 各位请开这个大坑 你在爹爹大寿之日 送一个大坑 是什么意思呀 你 你这个孽匠 你是要周为父此安眠 潘姑娘 此坑到底是何礼物啊 这个叫时间胶囊 将祝福和心愿寄托于心爱之物 存入罐内买入此处 诚心祈祷啊 百事百灵 何为时间就能 这是我从神庙里重来的神物 希望爹能延年益寿 长眠百岁 妙双 终于懂善 此法可以延续 潘姑娘 这把扇子 可是我最喜欢的 价值三千两 才了 发财了 段公子如此真心实意 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你的脸 前景月遭遇歹毒毒派 肯定是有人想要阻止我嫁给太子殿下 本王帝会严查此事 潘小姐养伤要紧 婚事可日后再说 哇 他真是个看来的 妙罗 该帮太子殿下 把扳子捡回来 怎么是那个 半裸男 你 你就算了吧 本王当然也有心愿 我正在找一个人 他吃毒而不死 远我有一夜之路 这位方未必想要见你 潘姑娘 似乎很讨厌本王 从来遇到别人床上 这也太尴尬了 两位殿下放的都是贵重植物 你这放根破草是何意啊 我身上没有什么贵重的物品 只好用这些东西换银子了 胡说八道 堂堂攀附什么时候短了你力言 我每次去账房的时候 他们都说被大夫人领走了 哎呀 姐姐 那些银钱是我娘先替你们保管的 以后都是你的家中呀 哎呀 我有自己的娘 用不着你娘操心 好了 不必多言 以后 你自己去账房留你的力言 谢谢爹 我这就把您的话吩咐下去 那就不打扰大家哑心了 让大家见笑了 各位随我一步打堂吧 娘 我把咱们的力言要过来了 双儿 你脸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 你放心吧 我自己能治好 可千万别影响你嫁给太子啊 我才不要嫁给太子呢 可只有你做了太子妃 我们才能 好了娘 快吃饭吧 我都快饿死了 检测到菜中有三公药粉 还有轻微毒素 别吃有毒 娘知道有毒 不碍事的 知道有毒你为什么还要吃啊 此毒对于你这种没有旋律的人无效 放心吃吧 娘 你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双儿 双儿 我们现在要势敌以弱 势敌以弱 双派 用血 双儿 勉气 双涎 秦 hung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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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陈王殿下 你找我有事啊 你先理 是啊 我理你一徒就好 请接 来 坐这儿 试试 打扰喷达小姐 没事啊 我就闲着无聊坐个沙发 沙发 我们王爷很欣赏 大小姐的能力 所以想与您做一个买卖 我的能力 还做买卖 我可事先说明啊 我可没钱 不需要大小姐的钱 难道是看中了我胡扯的能力 王爷一直在找百毒不侵之人 见过潘小姐 服下七叶草未死 所以想请您试读 我怎么不记得这事 潘小姐 那人明明 是你们认错人了吧 五千零 区区五千两 黄金 黄金 早说早说 怎么可做 快吃 毒药的药性会依次增加 绝非一事 那不行 你们得先付我一半定金 然后再每次分批给我五百两 这怎么那么像古装剧力 哪不要控制你的套路 何为古装剧 何为套路 套路就是让你不知不觉中招的一种路数 古装剧呢 就是像你们这边唱戏里面 小单没反应 那就是浓翅的意思吧 不管了 搏一搏单车变摩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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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把重要SM具都吃完了 你们走吧 上走 此药独性极强 扶药后会全身发紫 本王瘦趣日 紫媚紫媚 你看看紫了没 还顶たい 甲方王爷 这下应该相见我们了吧 大大 不得不 cuz 成为王爷效劳是你的荣幸 他是你的主子 又不是我的 作为合作伙伴 必须遵守互相平等 互相尊重 互相坦诚的三大基本原则 你是第一个和本王说话 如此直白的人 直白点不好吗 我以后会经常这么跟你说话的 秦妍 跟潘小姐道歉 潘小姐 是在下失礼了 下跪的不 那我就再提一个条件呗 但说无妨 我 不贵你 你是第一个敢和本王提条件呗 谁都有个第一次嘛 好了好了 你们走吧 商业会谈结束了 本王想问你一个问题 怎么啊 还有事啊 何为沙发 没想到堂堂陈王还挺好学的嘛 你说过 合作双方要谈查 一个万努力二百万 付费解锁完整内容 是 宿主体内能量转化完毕 获得技能以身甲 有新技能解锁了 咱们去试试 您是谁啊 奴婢是陈王殿下派给您的贴身丫鬟 时刻保护潘小姐 起来 我这儿的规矩是不贵 进来 谢小姐 你叫什么名字啊 无忧 无忧无虑啊 好名字 无忧 这最好吃的酒楼是哪一家 这明溪王朝 就数天香楼的菜最好吃 陈王殿下就经常吃这家的菜 好 那我们今天就去吃这天香楼 好 走 小姐 到了 京城第一酒楼 看那小姐 段手夫啊 好巧啊 你也在这吃饭啊 这么不才 从这儿往后九条街 都是段家的产业 管理起来 实在是心烦呢 那这饭菜好吃吗 可好吃了 快上来 好 听说在京城里 你属你段夫最起来 那是自然 竟然一回收二回收 我们去你家玩吧 谭大小姐果然爽快 这边请 这位兄弟看得挺富贵的啊 大胆 不必紧张 兄弟借几个钱玩 嫌我有的事 就是不知 你能不能拿得到啊 你这饭像很经典嘛 行行行 谁 有 小娘子 长得这么漂亮 不如跟哥回去玩吗 好啊 好啊 好 淖 说 谁派你们来的 我出十倍的价限 告诉我幕后之人是谁 真的 你出得起啊 我家公子可是明熙国戚断食 明熙首富 断打公子 快说呀 他肯定掏得起钱 是潘家小姐派我们来的 潘家小姐 就是我那个好妹妹 断公子 这几个人能不能交给我处理啊 潘小姐随意 钱我照顾 男人啊 把我把这几个 在这忙活 潘小姐真是很 很妙的 不要把我潘小姐绕面啊 禀告陈王 潘小姐撸鱼歹徒 他呢 潘男小姐和断公子在一起 惩治了童子 二人一同嫌弃了断府 看来潘小姐是有些仇怨缠身 都是一些后院内斗之事 烦死了 有人说 女人的后院 比男人的战场更可怕 此话果然不浅 你这么有钱 多娶几个老婆 到时候生十几个儿子 争家产 那多刺激 所以此生 我才选择宁缺物烂 发誓只娶一人 从一而终 但是好可惜啊 只要我招招手 撒撒钱 再冷若冰霜的女子 也都会投怀送抱 真是无趣啊 有言有多金 谁不爱啊 这么多爱的不是你的人吧 潘小姐真是心知口快 我拿你当朋友 才这么跟你说的 朋友 小双双 就是我第一个女朋友 是女的朋友 红颜知己 这有区别吗 当然有 既然是朋友 你能送我个东西吗 当然可以 潘小姐喜欢什么 随便拿 你这府院有磨猪草吗 藏宝格有 随我来吧 怎么这么久啊 天都黑了 都怪我的收藏实在是太多了 来 这个 就是磨猪草 你可不要小看它 它既是救命的神药 也是致命的毒药 易猪难求 谢谢小芳芳 不客气 对了 这小东西胶弱得很 你要用玄天猪来银养它 玄天猪 卖什么 陈王殿下 你怎么来了 走 走什么走啊 我这有事呢 给钱 给钱也不走 不再打听全天猪的事 我给你找 离他远点 什么 我不管你喜欢人 但你必须跟我在一起 你凭什么 限制我自由啊 你松开我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管你是有洁癖 还是有怪癖 千万你这么嫌弃我的话 就不要跟我在一块啊 我叫君志诚 啥 我的名字 我知道是你的名字啊 你也可以叫我的名字 你走 不想看你 去 我有事 你的事 到底是你的事 还是我的事 我需要你 您是陈王 只要您一声令下 便有双当万死不辞 你满意了吧 你需要玄天猪 我需要玄天猪 关你什么事 做好我的事 我替你惹 怎么全世界都要 以你为中心啊 我跟段一森 话说一半 就被你家伤口一样拉走 我说没说过 我们是平等合作的关系 我没义务随教随道 我 你什么你啊 你妈没教你要 讲完名懂礼貌啊 给我躲 这什么人啊 一栋兵神 我改的本拳好不好看 真好看 小姐手真巧 你怎么来了 潘大小姐 我叫王爷失踪了 不知大小姐 是否知道我们王爷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他上哪儿去了 王爷自三日前 见过你之后 就没有回府 直到现在 盯点消息都没有 你们王爷 不会是个玻璃仙吧 他该不会是玩什么 离家出走这一套吧 属下不知可谓玻璃仙 王爷离开之前 留下了字条 这什么意思啊 我没让他帮我买什么呀 那天肯定是潘小姐 与王爷说了什么 王爷往心里去了 就吵吵了两句 难不成他再跟我搞冷战啊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王爷 明日 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知道了 你们王爷 该不会是有自闭症吧 王爷是有病 不 王爷没病 他冷得跟冰雕似的 平时嫌弃我倒不行 怎么会告诉我他去哪儿了 大小姐 您误会了 王爷不是不屑跟你说话 他只是习惯使人 他以为他会降温就了不起啊 解决我可是吹过空调的人 既然大小姐不知 那属下告退了 大小姐 斗胆再说一句 王爷从小就遭人非议 性格和旁人不同 但在下觉得 王爷是最真诚最正义者 还请大小姐不要误会揣托 不要 你说近期王爷有危险是什么意思 奴婢不太清楚 只知道每隔一段时间 王爷就会闭关几天 全府都会特别紧张 真是个怪人 也是 不是 他只是让我叫他名字 我就生起胸口 是挺过分的 人家毕竟是王爷嘛 身边人都顺着他 小姐 王爷其实平时没有什么架子啊 待人宽厚 不是你想的那样 毕竟是我甲方 行吧 等他回来我就给他道个歉吧 走吧 毕竟是我甲方 我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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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姐这几天都待在府里 没有出门 他会高兴 王爷 你为了他去泄露洞天值得吗 我要见他了 啊 无聊啊 好无聊啊 要玩手机玩游戏 今天我来了 你体内能量已不足 赶快补充草药毒药各种药 这大晚上的 我上哪儿去弄草药啊 你能不能让我歇会儿 那还不解释 你那个傻老伴儿 潘妙楼的房间肯定有利用 那我总不能大半夜去敲门说 给我一点毒药吃吧 我看你是真傻 会不会使用隐身甲 啊 潘妙霜 还没睡啊 你想偷证据洗清嫌疑 小妹 那个 你别損我猴啊 你想要啊 我全给你 越来越来 上次没有毒死你 这次 我看谁能救你 来人 给我找个武夫来 老爷 大小姐和野男人在这儿呢 伤风败俗不知怜耻 来人哪 把他给我关进前方 妙霜 你可是堂堂太傅之女 怎能再次与野汉子苟合呀 真是把你娘的脸都给丢尽了 还不快起来 萌儿 怎么是你啊 哎呀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啊 不是说盘妙撞吗 没有 爹 找我呀 你装什么装 这毒对你没用 补充了能量 就赶紧走吧 那毒没意思呀 小丹 我给你玩个花的 来人 给我找个武夫来 女人撕毁不是潘妙庄吗 爹 找我呀 哎呀 妹妹你这是干什么呀 真是羞死人了 你可真是把你娘的脸给丢尽了 一定是 一定是你陷害于我罗儿 这就是之前潘妙罗陷害我时用的毒药 现在只是自食其果罢了 不管之前怎样 你陷害妹妹 为人清白 你可知错 哎 你们这一家子可真是极品啊 这家我不呆了 你们自己玩吧 站住 即使你想走就走呢 干人呢 战法主治 谁敢 陈王 您怎么来了 双儿 我们走 你前两天去哪儿了 他在关心我 那天我态度不好 非常抱歉啊 没关系 从今以后陈王府就是你家了 他是谁 这小孩是你的 没礼貌 我可不是他的孩子 你愿意信不信我毒死你 哎呀 没有这种好事啊 你说说你有什么毒 有多少我吃多少 一般毒物我对大小姐可不像 那 那是你没遇到我的毒物 那你是没遇到姐姐我 我什么没见过 别在我眼前嚣张 嗯 好了好了 你最厉害 取胖面玩虫子吧 啊 臭猪肉我跟你说了 别在 王爷 你的事 我 你没事吧 这家伙为了拿玄天珠 深入鲜落洞天 受了一身的伤回来 要不是我 早没命了 给你 你是为了我才去找玄天珠的 不行 我不同意 你别给他 公子啊 我们快去给王爷配药吧 不行你不要给他 你不能对别的女儿好 轻眼你放开我 既然你特地为我找的 那我就收下了 可是这也太贵重了 我不能白拿 总得让我为你做点什么 做我的人 你什么意思啊 喊我的名字 君志成 双儿 不至于吧 不就叫个名字嘛 你怎么这么开心啊 你从小到大都没有朋友啊 没认可 只有你可以 那好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倒要看看 我倒要看看 这东西有什么玄机 不要 双儿 不 快给他诊息 这女人怎么晕倒了 给他治疗可以 但我告诉你 以后不许和其他的女人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他怎么样了 他快死了 就 不惜一切代价 你说 玄天珠进入他体内了 玄天珠有问题 玄天珠是志强灵物 被他一下子吸收了 肯定也要出事 他体内怎么有这么多种毒素 之前看到潘姑娘 是会故意吃一些毒物的 潘姑娘 他是怕妙双 我的 怎么随着毒素减少 他生命迹象越来越弱了呢 莫非 你想到办法了 百药之体 你来呀你来呀 你是不是有办法 你想不想救他 想 你是不是什么都肯为他做 是 哪怕是你从来没做过的事 为他万事皆可 那你要亲自为他肚气 如何肚气 笨 嘴对嘴呀 亲自为 哎呀 妞妞妞妞妞妞不像样 再莫及他就死了 走走走赶紧赶紧赶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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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够還不够 嗯 嗯 怎么样 怎么样 和他清嘆什么感觉 他嘴巴软不软 香不香 您给问他 他的脸色果然好多了 我再给他拔宝脉 他身体里吸收了 你这么多毒素 生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 那我继续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我 等一下 我做个实验 给我一点你的血 天呐 你的毒可以凉他的伤 他真的是百药之体 你如果敢对他不好 我就 我就 我永远不会 谅你也不敢 哼 我对他有用 你有事啊 我要对你负责 你救了我 我很感谢你 你知道 我只是身体无法动他 耳朵又不是听不见 你也俩会什么 本王 是你的人 还不够还不够 我叫你 你不是 我只是想要紧张 还不够 还不够 怎么样 怎么样 和他亲嘴什么感觉 他嘴巴软软 行不行 你应该问他 他的脸色果然好多了 我再给他把网卖 他身体里吸收了你这么多毒素 生命力已经越来越强了 那我继续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我 等一下 我做个实验 给我一点你的血 天呐 你的毒可以疗他的伤 他真的是马有之体 你如果敢对他不好 我就 我就 我永远不会 料你也不敢 哼 我对他有用 你有事啊 我要对你负责 你救了我 我很感谢你 你知道 我只是身体无法动他 耳朵又不是听不见 你 你也脸红什么 本王 是你的人 你为什么忽然想让我做你的王妃啊 本王有钱 这跟有钱有什么关系啊 你喜欢 都给你花 我对男人的要求很高的 这只是基本要求 还有呢 你给了我玄天珠 还救了我的命 我一定会报答你 我会好好帮你适渡 但这并不代表我要嫁给你 你适渡也要你 你这人怎么听不懂话呀 是我新鲜还是我特别 你没见过别的女人啊 本王生而歹毒 且具有霸击旋律 众人皆具怕有我 我有天生不爱与人亲戚 你是第一个碰过我的人 但这不是爱 而且我只会嫁爱我 而且我爱的人 有爱便嫁 对啊 你爱谁 谁都不爱 嫁什么嫁 给我时间 我会证明我爱 你先把你毒给解了吧 没准你对我的喜欢 说不定只是绿洲笑话 我付费解锁 绿洲笑话 我就喜欢你这种聪明好学的 真可爱 如果哪天我会离开 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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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呢 把自己弄得跟个小脏猴似的 我刚刚在练弹药呢 过来 我问你啊 君志诚身上的毒到底可怎么回事 那家伙可可怜了 一出生就毒死了亲娘和屋子里所有的吻婆 后来在他师父的教导下 每个月都要闭关封毒 当封印毒气时 全身僵硬动弹不得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 他第一个毒死的应该是他自己吧 如果不解毒的话 等压制的毒爆发 他肯定有活不过二十岁 除非有个不怕毒的女人肯嫁给他 转移部分毒素去命 哎呀 我好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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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狠心哪 我好毒呀 师弟 哎呀 你俩快准备准备 你开始解毒了 就这么个小药丸 这个药方经过我十次改良 如果他无效 君志诚必死无疑 到时候会有一个女人嫁给他 生下一个孩子 虽然他可以因此再活十年 但 女人生下孩子后就会死掉 只留下没妈的孩子 和一个生不如死的男人 最后他也会离孩子而去 而那个孩子就会 若华 你在说什么呀 我听不太懂 好了好了 我就设想一下 这家伙的悲苦未来 毕竟这药目前只有五成把握 只有五成 那不就是赌吗 对 若找不到药引 它就只是一颗没有药效的空壳 而你就是其中的关键 不必多言 开始吧 将你的血滴上去 只要它变成红色就成了 那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你治过的那些毒药 都是我精心炼制的 四年来除了你 没人通过 如果连你都不行的话 那我也没办法了 要是失败的话 我陪你继续想办法 双儿 我信你 居然变成蓝色的了 我不是对的人 我救不了你 别哭 那事不是你的错 潘潘 你别哭嘛 哭了就不漂亮了 我又没说失败了 它就死定了 你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这个药虽然失败了 但你还在啊 你把它的毒吸了 不就解毒了吗 好 失败的好 双儿就是我的药 我能够一直 没在他身边吗 回禀陛下 潘妙双 可能是陈王解毒的关键 那个祸患 原本活不过弱冠之年 朕也就由他任性 若是解了毒 又跟太夫之女言音 那势必对东宫 造成掩压之势 连朕的皇位 恐怕也要早早让出去 南方战事告急 何不派陈王前去 再将消息传到敌方 如果陈王被刺杀 也就一了百了了 一方万一 寒鸟霜 你不能留 杨妮 邓公子差人送来的 百花燕是什么呀 去看万年人身亡 不去 小丹子升级正需要 厉害的灵草 哎呀去嘛去嘛 我好久没有晚上出去玩了 不过是男男女女 迷迷之音 又是冒汗的 该不会是 该不会是 我的天哪 不不吧 我要去啊 你爱去不去 你去我也去 别信 来啊 挂起来啊 不贵不贵 857858 这是不是你说的 五梟妹 哎呀 这叫蹦迪 我也吵想课叫蹦迪de的 857 857 爸爸 小双双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我来了我来了 走走走 双双来了 好久不见啊 小芳芳 都退下吧 我以为殿下不会来呢 不会双二了 可惜我这凳子只够坐两人 陈凡殿下请C 双二坐着 接着奏乐 接着舞 不是说有万年人生亡吗 先喝喝小酒 听听小曲 一会儿再看人生亡 行 那把你补香最好的酒都拿出来 好嘞 上酒 小芳芳 这舞蹈跳得太好了吧 我也想学 喜欢吗 那这个舞女就送给小双双了 我扶你 亲眼 上 哇嘞 还有空空非人的表演啊 王爷 要追吗 追 哎呀 有什么好追的 就是一个小飞贼 府里东西太多 他们经常来光顾 就比方说 莫莫为 就比方说 这根万年人身王 既然人身王到手了 那我们走 我还没玩够呢 这里关键 不是 再玩会呗 双王爷 我要去打仗了 那我也要去 打仗太危险了 长途把射的 哎呀 我要去 我要去吗 我没有见过打仗 战场都是荒郊隐外 闻子又多 死闻又多 还没见 那 那我去 乖乖在家等我回来 一言为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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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伙才走了半个月 你就魂不熟事了 看来你还是蛮喜欢他的嘛 君之辰身上暗毒未痊愈 就去争战沙场了 你不担心啊 陈王给你安排的这个小院也太寒酸了 要不然去我那儿住吧 你怎么来了 我最近啊 刚收了几家胭脂铺 哎 你看 要不然我陪你去逛逛 搞不好又可以测联草药升级 好 反正我也先来无事 好 走 我也要去 上次你们去看人参王都没有带我 好 那就一起去 我可不是去玩的 我得看着他点 免得他对你图谋不轨 如好小公子 陈王派了暗卫保护小双双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 你怕什么 那你还不是飞进来了 你可别打他的主意 走啦 说我是苍蝇 那我也是最美的苍蝇 你想吃糖葫芦吗 喂 别当我是小孩子 公子 有资格 快下车 老奴判妙创 饶你们性命 这门王娘好欺负啊 有本人冲我来啊 来来来 砍我呀 砍我呀 来来来 互相伤害啊 金鸡甲 系统能量不足 你省着点用啊 搜你 你们还有招吗 来呀 起刹啊 公子小心 他们是玄镇士 宝珍 谁绞杀 小熊小心 快快快快快攻击 技能能量不足 五郎防御 你们坚持住 太阳姐 我已发力救援 我快点不住了 地狱杀 走 都不离下来了 小心脚下不当气 该死了 你好歹也是个平板体力 怎么五郎比别人多这么多 但我的龙貌比所有人都军下 小熊我快不行 糟了 人们看不住的 杀手是全力六局以上的高手 你都快跑 小丹 我面临你 我心一切代价全力反击 既然跑不掉 不如一战 小熊 你们到底招惹什么人了 怎么三番两次找你麻烦呢 小熊小心 系统超在运行 开启极限速度模式 快攻击 你终于来了 几次 到这儿 胖胖 这是怎么一回事 金刚狼狼发雷 那我当小猪佩奇啊 我们快逃利子弟吧 皮肤汉树 嬷嬷 本事吧 没想到 你还有点本事 一起废 你们要杀的是我 别伤及无辜 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 你放过他们 少路吧 宿主主义致命危险 启动能量突爆防御 小熊 我一开始挺不满意 你这个主人的 挺不爽为什么 给了我这么一个废物主意 但我现在心甘情愿 甚至庆幸 和你在一起的时间 我感到很快乐 接下来的时光 我好像不能陪着你了 希望我们还能再见 小熊 善儿 善儿 善儿我回来了 善儿 你醒醒 哪下 善儿 善儿 老孟 小羊 你们谁啊 你说王爷咋能看着他呢 谁道呢 听说好像是起来给王爷解读的呢 我都说的嘛 就这样 哪有咱家冷月仙子好啊 你爸爸没告诉你啊 说话不要指着人啊 没礼貌不懂啊 王爷刚凯旋归来 就带回了你这个扫把箱 是呢 这次赞上多亏了冷月仙子帮忙 为救王爷还受了伤呢 除了咱冷月仙子 谁都配不上咱家王爷 可不大 你俩别走啊 过来啊 继续战斗啊 咱别打理他啊 他还得咱玩老头安慰了 就是嘛 要是换作冷月仙子 那些安慰们也不会白白牺牲啊 对不起啊 我其实 别爸爸了 咱忙咱的 混那废话 闭嘴吧 骚马青 起来 这是你该做的吗 这是咱家冷月仙子专属座位 别人不能做 不做就不做 是 后来呢 是你碰的吗 这是冷月仙子的作用呗 万人不能用 冷月仙子到底是谁啊 你们别刁难我家小姐 我家小姐可是王爷捧在手心里的 你这拉倒吧 王爷去陪冷月仙子 撩伤去了 谁有工夫搭理你家小姐啊 可不大事 我们王爷跟冷月仙子是青梅竹马师兄妹 就你那熊样还想抢王妃指挥啊 你 安慰为我牺牲一事 我会明记在心一辈子 你们既然不欢迎我 不走便是 无忧 我们走 无忧 我走 还有 对于王妃之位 我并无兴趣 丢给你们的冷月仙子吧 踢了 你我的天 姥姥 小姐 今日之事并非你所愿 大家都很难过 但罪魁祸首是杀人之人 你别自责了 因为这件事情啊 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还害很多无辜的人受牵连 再也没脸住在陈王府 小姐 你现在不能走啊 还是等陈王回来再说吧 她 她在陪她的朗月师妹呢 等她干嘛 吴王爷 小姐要走 你放开 好 你身上臭死了 你放开我 来人 沐浴 谁让你在我这儿洗澡了 沐浴 双儿 对不起 我错了 我改了 你不是去照顾你师妹了吗 干嘛回来照顾 那天救下你之后 若华说你无碍 我便带她回师妹养伤 若不是因为你的体质问题 她是不是你王妃最好的选择 是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我师父是说过 可是我只喜欢你啊 如果你以后解了毒 是不是能去很多个王妃 双儿 我 我不干净了 不干净了 那日我体内植毒难以压制 需要一女子与我交合 才能抑制毒发 恰巧你当时晕倒在府外 他们不经我同意 就把你送到了我的床上 之后 我万分愧疚 以为你必死无疑 直到在潘伏再次遇见了你 所以你娶我是因为 是因为这样吗 不 不止是这样 那日我知道你身处为难 我就算崖烧生命也要赶来救你 因为我知道 如果你死了 我活着的每一秒都是煎熬 我想你好好活着 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只有这些生命 才能体验生命的美好 不像那些去世的人 一斤 那些暗围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我一定会让凶手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跟你一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双儿 你偷看啊 你都是我的人了 还怕我看啊 那 你看 好了 你还真实诚 我来啊 是我这里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盛儿 你说 那天刺杀我的人 到底是不是潘家派来的 潘家人未必有那么大的谋 不是他们 那是谁啊 我在暗卫武功都不弱 再加上杏断和若华 恐怕只有 有位格 有位格 他们是谁啊 当今圣上 皇帝要杀我 陈王 宫中不得骑马 你把这里当作了何处 马蹄不认人 您让着 此女子是何人 本王未来的王妃 皇后娘娘 你好呀 简直是红颜祸水 祸国殃民 我祸你家水了 别在这碰瓢啊 撞傻了可不处则 你 胆大包天 何人在外喧哗 皇上 陈王怎么被惊传唤就到朕的寝宫来啊 人在马上可真是威风啊 儿臣有事起走 大胆 这是对皇上说话的态度 来人 把他给我抓起来 皇上 陈王的十万田鸡包围了皇宫 玉林军也被陈王的三千金兵给缴卸了 什么 你 你少谋反不成 儿臣刚从战场归来 将士们尚未安堵 所以跟着儿臣 绝无谋逆之心 那你这是何意啊 我只是想来告诉父皇 我将要去攀妙双围棋 这第一次见过墓 就这么剑法弄成吗 陈王 你平日是朕最器重的皇子 今日为何为女子 就不够大统呢 为了心爱之人 儿臣愿意做任何事 陈王定是被人蛊惑 今日之事 朕不会怪罪责罚于你 毕竟你我是父子一程 父子 父皇可曾记得 儿时要毒害儿臣一事 今日 我送您一份礼物 这些都是永未阁效忠皇上的人 你这是在威胁朕吗 以前的事我不想多多追求 如果往后要再敢动我身边的人 就别怪儿臣 不守孝道 你 不守其中我 你 双儿 我带你逛往这皇宫可好 这皇宫啊 也太没意思了 那双儿觉得哪里 狄是你啊 狄什么你 狄是你 那就给双儿见一个狄似你 比这皇宫还大 那卖票的话 我岂不失意 战断啦 系统还是掉线状态 小大 你还能回来呢 小大 你可快回来了 我想死你了 幸亏你没有忘记补充草药 转化的能量竟然够我重新启动了 小大 我可以碰到你了 哎呦 害羞 你还整天想些游得来的 抓紧时间搞事业 嗯 那接下来任务是什么 剧情任务 参加天交战 进入鲜落洞天 天交战 报名为你给报销嘛 鲜落洞天 这次是打架和群宝安 关于天交战的一切 你可以问君志强 他会全部告诉你 嗯 回来就好 这次我一定好好完成任务 对不起 双儿你没事吧 嗯 还好还好 还能吃 这是何味啊 本王从未见过 根儿冰垢 白玉冰沙 夏季解暑神器 特别适合你们这种经常运动的人吃 看起来确实如白鱼一般 双儿真是心灵手巧 嗯 志强 我有个事情想问你 天交宝是什么呀 厉害吗 天交宝是明溪王朝各大事 派出顶尖人才进行对战 年满十八岁方可参加 奖品是什么呀 进入榜单前三十的天交 可以进入鲜落洞天找玄机缘 里面有宝和灵草 据说玄地珠也在其中 那我也要参加 你想要什么宝宝 我替你找来便是 哎呀这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不希望你带了 既然你这么坚持 我支持你 耶 但是 有个条件 什么 我要这个 好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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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今天我请大家吃的好的 吃什么呀 还把做什么都好吃 大小姐 这菜可都还是生的呢 双儿让你吃什么就吃什么 这个叫火锅 就是打瘪卫 火锅 你吃过啊 我听说过 但没吃过 我就说嘛 好了 今天大家都别客气 你快坐 你就算了吧 一锅吃 别读到大家 本王能 一起吧 一起吧 火锅就是要一家人为座嘛 你好笨啊 为座不是这个意思了 你吃什么 哦 疼 你没事吧 若华 你快帮她看看 她 学里巴结还怕肘肌 她装的 双儿 我疼 不吃你做的火锅好不容易 好好 但是你只能吃我夹给你的 嗯 听你的 好 大家开始吃吧 我穿越的事该不该告诉他们呢 小姐 好香啊 如果能再来一罐冰可乐 就更完美了 什么是冰可乐啊 冰可乐 优雅的神 军志诚 你女儿疯了 好嘞 我等不及了 我先吃了 辣 辣吗 我觉得挺好吃的 不辣 我不喜欢吃 好吃 你怕辣啊 我可不像你 我不怕辣 你看 我喜欢辣 早说呀 吃不了辣的 我就做个鸳鸯锅呀 我也要吃鸳鸯锅 好辣 原来你也吃不了辣的呀 好辣 还好意思说我 双鸯锅 我带你去输出口吧 好辣 好辣 双儿 你参加添酒榜的事 我有点担心 怎么了 你反悔了 你能不能对你的女人有点信心啊 双儿 我有事要跟你说 轻言 大小姐 可还记得当时在邓公子府上的黑衣人吗 还有空中非人的表演啊 追 属下当日跟踪此人 发现她正是您的母亲潘夫人 双儿 我们现在要始敌已弱了 潘夫人还是个戏精啊 双儿 无论面对什么 我都会跟你一起 芝茶 待我添脚榜崛起之时 你娶我可好 双儿 待你崛起之时 就是你我大婚之日 感谢收看 欢迎点赞和关注哟